时光清浅,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木子诗,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一个家庭最大的悲哀 不是没钱 而是对子女做这件事 作者,葳葳,让我们一起来听 是我自己不好,我留这么多钱给他们 在法院的调解室里 上海84岁老人陈阿婆 坐在轮椅里 用尽全身的力气猛扇自己的脸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好好的一个家怎么就散了呢 四个子女,七百多万 却无人养老 事情还要从两年前说起 那个时候的陈阿婆拿到了一笔 七百多万元的冻签费 他当即做出决定 把这笔钱分给四个子女 不过,他既没有平均分 也没有跟几个孩子打好商量 而是独自做主 把一大半的钱分到小儿子手上 最终小儿子独占四百多万 大儿子两百多万 二女儿三女儿各得五十几万 明明是同一个妈妈 得到的待遇却各不相同 子女们的心情可想而知 也正是因为这不合理的分配 让这个家庭从此买下了货患 陈阿婆陆陆陆续续和几个子女闹翻 到最后 还在他身边的只剩下一个小儿子 当然,若是小儿子靠得住 他也可以有一个安放自己的晚年 可惜的是 被母亲溺爱长大的小儿子 不到两年 就花光了四百多万的洞签款 甚至背起了外债 最后房屋被拍卖 一家人不得不搬到了出租屋中 连日常开支都难以保障 更别说承担陈阿婆的医疗费用了 躺在出租屋里 陈阿婆这才想起了其他三个子女 他想让他们来接受自己的养老 可三个子女 早对妈妈几十年如一日的偏心寒了心 谈起母亲的养老 他们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大儿子说 我一个月才三千块钱 哪里有钱养他 另外两个女儿更是避而不见 对生活无望的陈阿婆 无奈地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把三个子女都告了 面对法官 陈阿婆哭得泪流满面 我儿女们 对我这么狠 我心里实在疼啊 可其他三个子女 丝毫没有为之动容 大女儿更是冷冷表示 这一切都是陈阿婆故意装出来的 她是我妈 我对她还不够好吗 从吃的到穿的 里里歪歪都是我给她买的 可是她干了什么 如果妈妈是身体不好 他们每一个做儿女的都愿意给钱 但我们害怕的是什么呢 怕的是妈妈又想贴补弟弟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对四个子女 陈阿婆一直没有一碗水端平 经常偷偷在经济上 不贴小儿子 动千款的分配 只是管中亏报而已 面对母亲的偏心 几个子女 是说也说过 骂也骂过 甚至闹到了居委会 但依旧没有改掉 陈阿婆那颗 早已经偏到小儿子身上的心 三个子女早已经心寒了 我们宁愿每个人出一千块钱 把妈妈送到养养院去 也不愿意接到家里来 和她朝夕相对 听到儿女们说的这番话 陈阿婆痛哭到贪坐的地上 迟来的后悔 弥补不了多年的亏待 最终在法官的调节下 事情得到了解决 几个孩子的态度有了松动 愿意每个月支付给 陈阿婆800元抚养费 但不幸的是 陈阿婆和几个孩子之间的感情 进一步恶化 三个子女都不愿意跟她同住 令人唏嘘 我见过许许多多 像陈阿婆这样的人 生了好多孩子 却没能平等对待 然后在日复一日的偏心里 消耗掉了子女所有的感恩和耐心 到头来无人赡养 这其中远不止是钱的问题 他们真切地看到了 父母宠爱一个孩子的模样 却从来没有感受到 这份爱落在自己身上 这才是被忽视的子女 永远无法得到补偿的心理学识 天下子女苦偏心久矣 亲情不应该被金钱衡量 也不应该被金钱伤害 但事实上 没有一个父母会承认自己偏心 哪怕一切的不平等 早已有迹可寻 偏心的父母大多有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种是物质偏心 把最有力的经济物质 留给最爱的孩子 口头上的关心轻而易举 经济上的扶持最见人心 钱在哪里 爱就在哪里 第二种是关注偏心 有些父母对待孩子 自有一套评级标准 爱男孩 爱老小 爱学习好的 从出生顺序 到性别 性格 他们只爱 最值得爱的孩子 第三种是教育偏心 希望最受宠的子女出人头地 再笨的儿子 有了父母的宠爱 也能享受到最多的教育资源 再聪明的女儿 如果不被期待 上学也是一种失望 第四种是情感偏心 永远只会对一个孩子 偏爱和关心 这些孩子什么都不做 父母都会觉得百般好 其他人做的太多 也难得到一句夸奖 被偏爱的有恃无恐 不被爱的 永远在弥补内心的缺失 即使长大成人 也失去了爱自己的能力 只会拼命讨好他人 想要被人认可 被宠爱 最近在网上刷到一个视频 是一个女孩被父母赶出家门 这个女儿 父母从一开始就不想要 明明是同一时间出生的龙孔胎 哥哥是父母 宠在手心上的宝贝 而女孩从一出生 就是多余 父母丝毫不联系这个骨肉 转头就想把他送到别人家抚养 如果不是爷爷奶奶阻止 他早已成为被丢弃的孩子 可即便留在了这个家 他依旧得不到任何关注 他在这个家里唯一的价值 就是有用 我知道 自己一旦失去价值 就成了一件可丢弃的垃圾 所以 小时候帮忙干家务 承受父母无处释放的暴力 长大后 帮忙补贴家用 替父亲还赌债 用钱买爱 他依旧心有期待 相信有一天 自己的孝顺 会暖化家人的心 可是 现实 狠狠地 给了他一个耳光 在女孩的生日会上 他给了哥哥20万块钱 作为结婚费用 因为是在公开场合下给的 父母一边心安理得地 收下这笔钱 一边指责女孩 不能不顾哥哥的面子 这个时候 女孩还以为 自己终于收获了 最亲密的家人 只是他没有想到 对于父母来说 钱到手时 爱也结束了 第二天 他就被赶出家门 因为父母担心 女孩要回这笔钱 因为他已经没有了 利用价值 哥哥更是嚣张地 对他破口大骂 甚至希望他早点死在外面 他一开始 还努力保持理智 希望能用道理说动父母 只是在绝对的偏爱面前 再多的努力 也是徒劳 父母在他和哥哥之间 再次选择了儿子 彻底抛弃了他 故事的最后 女儿放弃了20万 也放弃了这个家 他想通过花钱 让父母重视自己的存在 可实际上 父母从来都只重视他的钱 最后的离开不是自私 而是迟来的解脱 人生中最重要的爱是自爱 写到这里 相信很多人都想起了那句话 父母一辈子 在等着子女的感恩 孩子一辈子 在等父母的一个道歉 有的人的付出 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值得被爱 也有的人 在经历无数次失望后 无奈选择离开 他们不会再亲近父母 因为不会有期待 也就不会有失望 在心理学上 这叫做失望性情感隔离 这不是兵 而是一种心理上的隔离机制 他们和父母不亲近 形同陌生人 没有交流 也没有分享欲望 在他们眼中 和父母最好的相处模式 只有一种 各国各的 也许在一些人眼中 这是自私不孝顺 但对于他们来说 这对双方都好 他们相信 把自己隔离起来 就不会再被伤害 的确 这样可以有效避开伤害 只是 在回避的同时 他们也丧失了 重新被爱的机会 至于自己的前提 永远是正视自己 建立一个自我保护的边界的同时 勇敢面对过去与未来 苏珊 普沃德在《原生家庭》一书中写道 当你把父母的感受 当作你大部分人生决定的基础时 你正在放弃自己的自由选择权 如果在你心中 父母的感受永远占首位 那么你的人生也将由他们驾驭 我们要做的不是接纳父母的好与坏 而是接纳自己的过去 从对父母的怨怼与失望中 接受所有令人难受的事情 释放自己的情绪 允许自己的悲伤 愤怒 当情绪被彻底释放后 你将会发现 过去已不再那么重要 它不是时时刻刻 压在你心头上的大石 而是你人生中 一块小小的绊脚石 被你发现 拿起 扔到记忆的湖中 打出几个漂亮的水漂 最后 请永远不要忘记一件事 爱自己 拥抱过去的自己 告诉那个小孩子 你没有错 你值得被爱 你已经长大了 你有了足够的力量 你不需要 再在父母的肯定中成长 你可以满足自己 所有的需求 从成长的力量中 汲取治愈过去的能力 修复创伤 要知道 弥补原生家庭的创伤 靠的从不是父母的改变和道歉 而是要学会放过自己 也学会再次爱人 因为甩锅没有任何用 人始终要对自己负责 当我们找到真正的爱护与关心时 也就得到了真正的痊愈 在一档综艺上 从小觉得妈妈更喜欢妹妹的黄友佳 与原生家庭完成了和解 这段时间 如果有得到非常好 可是没有得到呢 人生也会往下走 我会有下个阶段的爱 可能会有朋友的爱 同学的爱 老公的爱 你要相信 每一种爱 最后都会得到自己的出路 希望所有的父母都能明白 生养是大事 每个孩子都需要父母用心的对待 也希望所有的孩子 能逃出不平等的家庭模式 你不是微不足道的野草 你一直都是人生的主角 亲爱的朋友们 你终会长出自己的翅膀 冲破往日的泥爪 向光而行 亲爱的朋友们 小时候你有没有遭遇过区别对待呢 欢迎您在评论期内 和我聊一聊自己的家庭故事吧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与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耐心聆听